红楼梦 第五诗回 卢学广 征联及景诗 暖香物 创制春灯迷 幽兔笑谈制作 话说 薛宝拆到 到底分个次序 让我写出来 说着 便令众人 粘究为序 凤姐说道 既是这样说 我也说一句在上头 众人都笑说道 更妙了 宝钗便将 道香老龙之上 补了一个缝字 李丸又将题目 讲与他听 凤姐儿想了半日 笑道 你们别笑话我 我只有一句粗话 下胜的 我就不知道了 众人都笑道 越是粗话越好 你说了只管干 正事去罢 凤姐儿笑道 我想下雪 必挂北风 昨夜听见了 一夜的北风 我有了一句 就是 一夜北风景 可使得 众人听了 都相识笑道 这句虽粗 不见底下的 这正是会 作诗的棋法 不但好 而且留了多少 地步与后人 就是这句为首 道香老龙快 写上续下去 凤姐和李沈平儿 又吃了两杯酒 自去了 这里李丸便写了 一夜北风景 自己连道 开门雪上飘 如泥连洁白 香陵道 扎地西穷窑 有益蓉枯草 探春道 无心事尾巢 驾高村酿熟 李起道 年人府凉绕 家栋挥肺管 李文道 杨回斗转勺 寒山已失脆 秀烟道 洞谱不闻潮 已挂书之柳 香云道 南堆破叶胶 设眉蓉宝顶 宝琴道 启秀龙金雕 光夺窗前镜 黛玉道 香年必尚焦 斜风仍顾顾 宝玉道 清梦转寥寥 何处梅花笛 宝钗 谁家碧玉霄 敖愁昆 昆愁线 李文笑道 我替你们看热酒去罢 宝钗命宝琴续连 只见香云站起来道 龙斗震云霄 也暗回孤照 宝琴也站起道 银边指霸桥 刺求连府术 香云哪里肯让人 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 都看他扬眉挺身地说道 家续念征谣 奥蝶沈一写 宝钗连声赞好 也便连道 枝柯怕动摇 挨挨轻衬布 黛玉芒连道 剪剪五随腰 主玉诚欣赏 一面说 一面推宝玉 命他连 宝玉正看宝钗 宝琴 黛玉三人共战香云 十分有趣 哪里还顾得连师 今见黛玉推他 放连道 撒盐是旧摇 萎缩由薄调 香云笑道 你快下去 你不中用 倒耽搁了我 一面只听宝琴连道 林府不闻桥 扶向千锋托 香云盲连道 盘舌一静摇 花园惊冷聚 宝钗与众人又盲赞好 探春又连道 色起味双雕 深渊惊寒雀 香云正渴了 茫茫的吃茶 已被绣烟抢着连道 空山气老笑 戒池随上下 香云盲丢了茶杯 盲连道 池水刃浮飘 照耀林庆笑 带雨连道 兵分入涌笑 城望三尺冷 香云盲笑连道 瑞士九重交 江卧谁相问 宝琴也盲笑连道 狂游客喜招 天机断稿代 香云又盲道 海市失娇笑 林黛玉不容踏出 借着便道 寂寞对台线 香云盲连道 清平怀单瓢 宝琴也不容情 也盲道 烹茶兵剑费 香云见这般 自味得趣 又是笑 又盲连道 煮酒夜难烧 黛玉也笑道 煤蜂蜂嗓 宝琴也笑道 埋琴质子跳 香云笑得弯了腰 盲念了一句 众人问到底说的什么 香云喊道 石楼闲睡喝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 高声嚷道 紧记暖亲猫 宝琴也盲笑道 月枯翻银浪 香云盲连道 霞城引赤镖 黛玉盲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钗笑称好 也盲连道 林竹最堪条 宝琴也盲道 获石鸳鸯待 香云盲连道 石鸣匪脆壳 黛玉又盲道 无风仍默默 宝琴又盲笑脸道 不予一笑笑 香云扶着已笑软了 众人看他三人对抢 也都不顾作诗 看着也只是笑 黛玉还推他往下连 又道 你也有财净之事 我听听还有什么蛇根嚼了 香云指伏在宝钗怀里 笑个不住 宝钗推他起来道 你有本事 把二销的运权用完了 我才扶你 香云起身笑道 我也不是作诗 竟是抢命呢 众人笑道 道是你说吧 探春早已料定 没有自己连的了 便早写出来 因说还没收住呢 李丸听了 接过来便连了一句道 欲至金朝乐 李起收了一句道 平师助顺遥 李丸道 够了 够了 虽没做完了运 剩的字 若生扭用了 倒不好了 说着 大家来细细评论一回 独香云的多 都笑道 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 李丸笑道 逐句平去都还一气 只是宝玉又落了地了 宝玉笑道 我原不会连聚 只好担待我爸 李丸笑道 也没有设设担待你的 又说运险了 又整悟了 又不会连聚了 今日必罚你 我才看见龙翠安的 红眉有趣 我要折一只来插平 可燕妙玉为人 我不理他 如今罚你去取一只来 众人都到这罚的 又哑又有趣 宝玉也乐为 答应着就要走 香云黛玉一气说道 外头冷得很 你且吃杯热酒再去 香云早直起胡来 黛玉递了一个大杯 满真了一杯 香云笑道 你吃了我们的酒 你要取不来 加倍罚你 宝玉芒吃了一杯 冒雪而去 李丸命人好好跟着 黛玉芒岚说 不必 有了人反不得了 李丸点头说 是 一面命丫鬟 将一个美女耸肩瓶拿来 注了水准备插霉 因有笑道 回来该有红霉了 香云忙道 我先做一手 宝钗忙道 今日断乎不容你再做了 你都抢了去 别人都闲着 也没去 回来还发宝玉 她说 不会连聚 如今 就叫她自己做去 黛玉笑道 这话很是 我还有个主意 方才连聚不够 目若捡着连的少的人 做红霉 宝钗笑道 这话是极 方才行李三位屈才 且又是客 琴和平 云儿三个人 也抢了许多 我们一概都别做 只让他三个做才是 李丸音说 琴也不大会做 还是让秦妹妹做吧 宝钗只得一允 又到 就用红梅花 三个字做运 每人一手 七律 行大妹妹做红字 你们李大妹妹做梅字 琴儿做花字 李丸道 饶过宝玉去 我不服 湘云盲道 有个好题目 命他做 众人问何题目 湘云道 命他就做 仿妙玉起红梅 岂不有趣 众人听了 都说有趣 一语未了 只见宝玉笑嘻嘻地 牵了一只红梅进来 众丫鬟忙已接过 插入瓶内 众人都笑称谢 宝玉笑道 你们如今赏罢 也不知废了我多少精神啊 说着 探春早又递过一中暖酒来 众丫鬟走上来 借了梭丽丹雪 个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来 习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胡叶挂来 李丸命人将那蒸的大芋头成了一盘 又将朱菊 又将朱菊 黄成 橄榄等物成了两盘 命人带雨袭人去 湘芸且告诉宝玉方才的尸体 又催宝玉快做 宝玉道 姐姐妹妹们 让我自己用运吧 别陷运了 众人都说 随你做去吧 一面说一面 大家看梅花 原来这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 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 约有五六尺长 其间小枝分齐 或如盘吃 或如僵饮 或孤枭如笔 或秘句如鳞 花土胭脂 香气兰慧 各个称赏 谁知行秀燕 李文 薛宝琴 三人都以银成 各自写了出来 众人便依 红梅花 三字之序看去 写道是 永红梅花的 红字行秀燕 桃魏芳飞 姓魏红 冲寒仙矣 笑东风 魂飞于岭 春难辨 霞阁罗浮 梦未通 绿恶天庄 荣宝具 稿仙拂碎 跨残虹 看来 启事 寻常色 浓淡油塌 冰雪中 永红梅花的 梅 字里文 白梅懒腹 腹红梅 逞艳仙莹 醉眼开 洞脸有痕 皆是血 醉心无恨 一成灰 乌吞丹药 一针骨 偷下摇池 脱酒胎 江北江南 春灿烂 寄言风蝶 漫一菜 永红梅花的 花 自削宝琴 舒适枝条 艳势花 春妆儿女 静涉花 闲听曲砍 无雨雪 流水空山 有落霞 幽梦冷随 红秀笛 油鲜香饭 酱和茶 前身定势 摇抬肿 无腹相移 色相差 众人看了 都笑称赏了一番 又止墨一首说 更好 宝玉见宝琴 年纪最小 才又敏捷 甚为奇异 戴玉香 鱼二人 争了一小杯酒 齐喝宝琴 宝钗笑道 三首各有个好 你们两个天天捉弄艳了我 如今捉弄他来了 李丸又问宝玉 你可有了 宝玉忙道 我倒有了 才一看见那三首 又下望了 等我再想 湘芸听了 便拿了一只铜火铸鸡 这首炉笑道 我鸡骨了 若骨绝不成 又要罚的 宝玉笑道 我已有了 戴玉提起笔来 说道 你念 我写 湘芸便积了一下笑道 一股绝 宝玉笑道 有了 你写吧 众人听他念叨 酒未开 尊具未采 戴玉写了 摇头笑道 起得平平 湘芸又道 快着 宝玉笑道 寻春问 辣到棚来 戴玉湘芸 都点头笑道 有些意思了 宝玉又道 不求大事平中路 为起长额见外眉 戴玉写了 又摇头道 凑巧而已 湘芸芸 芸芸芽 芸芸 芸芸 宝玉又笑道 入室棱 说着 远远见 芸芸 围了大斗篷 戴着灰鼠暖兜 坐着小竹窖 打着青筹游伞 鸳鸯 琥珀 琥珀等五六个丫鬟 每个人都是打着伞 拥叫而来 李丸等忙往上迎 芸芸命人止住说 只在那里就是了 来至跟前 芸芸笑道 我瞒着你太太和凤鸭头来了 大雪地下坐着这个无房 没得叫他们来采雪 众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 搀扶着 一面答应着 贾母来至适中 先笑道 好俊梅花 你们也会乐 我来着了 说着 李丸早命拿了一个大狼 疲入来铺在当中 贾母坐了 音笑道 你们只管玩笑吃喝 我因为天短了 不敢睡中觉 抹了一回牌 想起你们来了 我也来凑个圈 李丸早又捧过手炉来 探春令拿了一副碑住来 亲自斟了暖酒 奉与贾母 贾母便饮了一口 问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 众人忙捧了过来 回说是遭安纯 贾母道 这倒罢了 撕一两点腿子来 李丸忙答应了 要水洗手 亲自来撕 贾母又道 你们仍旧坐下 说笑我听 又命李丸 你也坐下 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 才好 不然我就去了 众人听了 方一次坐下 这里完便挪到静下边 贾母因问做何事了 众人便说做事 贾母道 有做诗的 不如做些灯迷 大家争月里好玩的 众人答应了 说笑了一回 贾母便说 这里潮湿 你们别久坐 仔细受了潮湿 因说 你四妹妹那里暖和 我们到那里瞧瞧她的画 感年可有了 众人笑道 哪里能棉下就有了 只怕明年端阳有了 贾母道 这还了得 她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功夫了 说着 仍做了逐教 大家围随 过了偶像蟹 穿入一条家道 东西两边皆有过街门 门楼上里外皆欠着石头扁 如今进的是西门 向外的扁上凿着 穿云 二字 向里的凿着 度月 两字 来至当中 进了向南的正门 贾母下了叫 西春已接了出来 从里边游廊过去 便是西春卧房 门斗上有 暖香雾 三个字 早有几个人 打起星红粘连 以绝温香浮连 大家进入房中 贾母并不归座 只问画在哪里 西春阴笑问 天气寒冷了 娇性皆宁色不润 画了孔不好看 故此收起来 贾母笑道 我年下就要的 你别拖揽 快拿出来给我快画 一语未了 忽见凤姐儿 披着紫节挂 笑嘻嘻地来了 口内说道 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 私自就来了 要我好找 贾母见她来了 心中自是喜悦 便道 我怕你们冷着了 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 你真是个鬼灵尖 到底找了我来 以理 孝静也不在这上头 凤姐儿笑道 我哪里是孝静的心照来了 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 鸭眉雀静地 问小鸭头子们 她又不肯说 叫我找到园里来 我正疑惑 忽然来了两三个骨子 我心里才明白 我想骨子必是来送年书 或要年利相利银子 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 一定是躲债来了 我赶忙问了那骨子 果然不错 我连忙把年利给了他们去了 如今来回老祖宗 债主已去 不用躲着了 你预备下稀嫩的野鸡 请用晚饭去 再迟一回就老了 她一行说 众人一行笑 凤姐儿也不等家母说话 便命人抬过轿子来 家母笑着 掺了凤姐的手 仍旧上轿 带着众人 说笑出了家到东门 一看四面粉装银器 忽见宝琴披着福叶球 站在山坡上摇等 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霉 众人都笑道 少了两个人 她却在这里等着 也弄梅花去了 贾母喜得忙笑道 你们瞧 这山坡上配上她的这个人品 又是这件衣裳 后头又是这梅花 像个什么 众人都笑道 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 仇石粥画的双雁图 贾母摇头笑道 那画的哪里有这件衣裳 人也不能这样好 一语未了 只见宝琴背后 转出一个披大红 星粘的人来 贾母道 那又是哪个女孩 众人笑道 我们都在这里 那是宝玉 贾母笑道 我的眼月发花了 说话之间 来自跟前 可不是宝玉和宝琴 宝玉笑向宝钗带玉等到 我才又到了龙翠庵 妙玉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 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 众人都笑说 多谢你费心 说话之间 一出了圆门 来自贾母房中 吃碧饭大家 又说笑了一回 胡见薛姨妈也来了 说 好大雪 一日也没过来 望后老太太 今日 老太太倒不高兴 正该赏雪才是 贾母笑道 何曾不高兴 我找了他们姊妹们 去玩了一会子 薛姨妈笑道 昨日晚上 我原想着 今日要和我们一太太 借一日圆子 摆两桌粗酒 请老太太赏雪的 又见老太太安息的早 我闻的女儿说 老太太心下不大爽 因此 今日也没敢惊动 早知如此 我正该请 贾母笑道 这才是十月里头长雪 往后下雪的日子多呢 再破费不迟 薛姨妈笑道 果然如此 算我的孝心钱了 凤姐儿笑道 姨妈仔细忘了 如今先称五十两银子来 交给我收着 一下雪 我就预备下酒 姨妈也不用操心 也不得忘了 贾母笑道 既这么说 姨太太给她五十两银子收着 我和她每人分二十五两 到下雪的日子 我装心里不快 混过去了 姨太太更不用操心 我和风丫头 道得了实惠 风姐将手一拍 笑道 妙极了 这和我的主意一样 众人都笑了 贾母笑道 呸 没脸的 就顺着杆子爬上来了 你不该说 姨太太是客 在咱们家兽区 我们该请姨太太才是 哪里有破费姨太太的礼 不这样说呢 还有脸先要五十两银子 真不害臊 凤姐儿笑道 我们老祖宗最是有颜色的 试一试 姨妈若松呢 拿出五十两来 就合五分 这会子姑娘这不中用了 翻过来拿我做法子 说出这些大方话来 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 竟替姨妈出银子制了酒 请老祖宗吃了 我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 孝敬老祖宗 算是罚我个包揽闲事 这可好不好 话未说完 众人已孝导在炕上 贾母音又说 及宝琴雪下 折眉笔画上还好 音又细问她的年更八字 并加那景况 薛姨妈肚起意思 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 薛姨妈心中顾也碎意 只是已许过没家了 因贾母尚未明说 自己也不好拟定 所以半途半路 告诉贾母道 可惜这孩子没福 前年她父亲就没了 她从小而见的世面倒多 跟她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 她父亲是好乐的 各处应有买卖 带着家眷 这一省逛一年 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 所以天下十亭走了 有五六亭了 那年在这里 把她许了梅汉林的儿子 偏第二年 她父亲就辞世了 她母亲又是谈政 凤姐也不等说完 便骇声跺脚地说 偏不巧 我正要做个梅呢 又已经许了人家 贾母笑道 你要给谁说梅 凤姐说道 老祖宗别管 我心里看准了 他们两个是一对 如今已许了人 说也无意 不如不说罢了 贾母也知凤姐之意 听见已有了人家 也就不提了 大家又闲话了一会方散 一宿无画 次日雪晴 饭后 贾母又亲主西春 不管冷暖 你只化去 赶到年夏 十分不能变罢了 第一要紧把昨日钱 和丫头梅花 照模照样 一笔别错 快快天上 西春听了 虽是为难 只得应了 一时众人都来看他如何画 西春只是出神 李丸音笑向众人道 让他自己想去 咱们且说话 昨儿老太太只叫做灯迷 回家和起儿门睡不着 我就编了两个 四书 他两个美人 也编了两个 众人听了 都笑道 这倒该做的 先说了 我们猜猜 李丸笑道 观音未有 世家传 打 四书 一句 湘云接着就说 再止于至善 宝钗笑道 你也想一想 世家传 三个字的意思 再猜 李丸笑道 再想 戴玉笑道 哦 是了 是 虽善无争 众人都笑道 这句是了 李丸又道 一池青草青和鸣 湘云盲道 这一定是 普鲁野 再不是不成 李丸笑道 这难为你猜 闻的是 水向石边流出冷 打一股人鸣 探春笑问道 可是山涛 李丸笑道 是 李丸又道 起而的是个 赢 字 打一个字 众人猜了半日 宝钦笑道 这个意思却深 不知可是花草的 花字 李丸笑道 恰是了 众人道 银语花和干 戴玉笑道 妙得很 银可不是草花的 众人会议都笑了说好 宝钗 这些虽好 不合老太太的意思 不如做些浅进的窝 大家雅俗 贡赏才好 众人都道 也要做些浅进的俗 才是 香云笑道 我编了一支 点匠唇 恰是俗 你们猜猜 说着便念道 西河分离 红尘游戏 真何去 名利游须 后事中难记 众人不解 想了半日 也有猜是和尚的 也有猜是道士的 也有猜是偶戏人的 宝玉笑了半日 道 都不是 我猜着了 一定是耍的猴 香云笑道 正是这个了 众人道 前头都好 幕后一句怎么解 香云道 那一个耍的猴子 不是剁了尾巴去的 众人听了 都笑起来 说 他编个迷儿 也是刁钻古怪的 李丸道 昨日姨妈说 秦妹妹见的世面多 走的道路也多 你正该编迷儿 正用着了 你的师姐又好 何不编几个 我们猜一猜 宝琴听了 点头含笑 自取寻思 宝钗也有了一个 念叨 漏谈妾子 一层层 起戏凉宫 堆砌成 虽是半天 风雨过 何曾闻的 范铃声 打一雾 众人猜时 宝玉也有了一个 念叨 天上人间 梁渺茫 栏杆结过 井堤房 鸾音贺信 虚宁地 好把唏嘘 打上仓 黛玉也有了一个 念叨事 陆尔和劳 父子生 驰骋竹倩 誓争宁 主人指示 风雷洞 敖北三山 独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个 方玉念时 宝琴走过来笑道 我从小儿所走的地方的古迹不少 我金茧了十个地方的古迹 做了十首怀骨的事 诗虽粗笔 却怀往事 又按隐俗物实践 姐姐们请猜一猜 众人听了 都说这道桥 何不写出来大家一看 要枝端的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五诗回 卢学广 蒸联及景诗 暖香物 创指春灯迷 优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